第418章 丰收 看住狼吞虎咽的阎文涛和阎文凯 道花默默地给两人盛了一碗汤 慢慢吃 别住急 阎文凯 刨饭加菜的速度不减 鼓着腮帮子说 大妹妹 你知道我们都有多久没吃过饭了吗 没等 道花回应 阎文凯就一脸心酸地继续道 从那天我们被敲晕扔进深山老林后 我们就没再吃过一顿正经的食物 道花 那你们这些天吃的什么 阎文凯和阎文涛加菜的手都顿了顿 两人的脸色有些古怪 低头刨饭不语 道花还想问 就见萧叶阳拉了拉自己衣袖 道花看过去 面露不减 萧叶阳勾了勾手指 示意道花靠近一点 道花侧耳过去 萧叶阳低声道 在深山老林中 没有火折子 你说能吃什么 道花顿时瞪大了双眼 好一会儿后 才气愤到太欺负 人了 怎么可以这样 吃生食是会吃坏肚子的 话还没说完 阎文凯和阎文涛就冲出了屋子 没一会儿 院子里就传来呕吐声 萧叶阳含笑看住道花 刚刚他们把你给熏吐了 如今你把他们说吐了 刚好两清了 道花摆了一眼萧叶阳 瞅了瞅桌上的菜盘 难怪三哥 四哥一块肉也没吃说着 面露担忧 你说 他们以后该不会有心理阴影了吧 萧叶阳笑了笑 你只要不老在他们面前提 过一段时间 应该就会好了 军营里吃过生食的将士 可不少道花沉没了一下 招来王满儿 去暖房摘几个番茄过来 阎文凯和阎文涛吐完后回来 食欲明显下降了很多 吃了两口就不吃了 这时 王满儿将洗钱镜的番茄拿来了 道花笑眯眯地将西红柿 推到了两个哥哥面前 三哥 四哥 快尝尝 阎文凯拿起 一个西红柿 直接吃 道花点了点头 对阿说完 他也拿了一个 直接咬了一口 见道花吃了 阎文凯和阎文涛才开吃 两人吃了一口 觉得不错 加快了进食速度 道花见萧叶阳坐着不动 递给了他一个 萧叶阳笑住结果 尝了一口 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红果还真能吃 以前光拿来观赏真是浪费 对了 这是重水果 道花 既是水果也是 蔬菜 今晚我给你们做西红柿炒鸡蛋吃 萧叶阳 好呀 要是好吃 就给黄伯父送一些回去 道花沉没了一下 今年摘种在暖房里的西红柿 我是要拿来留种的 如果你要送 最多给你两筐 萧叶阳想了想 给一车吧 明年你摘种出来的西红柿 肯定是要拿来卖的 若是黄伯父喜欢 保准你的西红柿大卖 道花双眼一亮 是哦 有什么宣传比得上 皇上的喜欢呢 行 就给你一车 我这里还有很多 关于西红柿的做法 等会写给你 保证皇上喜欢 皇帝喜欢吃的东西 肯定很好推广出去 看住道花 亮晶晶 的双眸 萧叶阳无声笑了笑 没一会儿 王马儿摘的几个西红柿 就被吃光了 阎文凯眼巴巴地看住道花 大妹妹 我还想吃 道花直接拒绝 明天再吃 所有东西一次性吃多了都不好 阎文凯也没再继续纠 而是问道 那些偷金贼呢 走了 萧叶阳瞥了一眼阎文凯 看来你这个教训 瘦得还不够呀 阎文凯脸色一僵 阎文凯问道 他们是朝廷官员 道花点了点头 笨 阎文凯立刻哀怨地看了过来 那大妹妹 你为何说他们是坏人 害得他们被收拾得好惨 道花哄一笑 指着萧叶阳说是他误导的 萧叶阳灭了一眼道花 没说什么 阎文凯凯凯重地看向萧叶阳 那些人在找金矿 没事吧 萧叶阳摇头道 没事 他们是奉命行尸 道花接过话 如今他们好像又被招回去了 金矿还没找到 萧叶阳说了 找到金矿是大功 三哥 四哥 咱们得想法子将金矿给找到 严文凯和严文涛双眼一亮 齐齐看向萧叶 杨 萧叶阳笑道 金矿肯定是要找的 不过 我得等黄伯父的回信 然后再看之后要怎么做 他对金矿一事了解的太少 而且 蒋家 也在找 他若真派出大量的人出去找 很有可能会和蒋家遇上 他现在还不知道黄伯父的意思 得等命令下来 道花 那行吧 你有信了就告诉我 我出来有好些天了 该回去了 萧叶阳看了看道花 心里有些遗憾 这才刚处了两天 又要走了 原本道花准备 隔天就回严府的 谁知 当天下午 严志强带着严老太太过来了 身后还跟住萧师爷 萧叶阳不想让严家人知道 自己私底下还和道花有交集 严文凯和严文涛 也不想让家人知道 他们这段时间没去军营 三人对视了一眼 快速从庄子后门溜走了 祖母 三叔 萧师爷 你们怎么过来了 道花敷衍老太太坐下 又快速地给三人各到了一杯茶 严志强略显激动地说 这段时间 地里的山药不是能收了吗 前几天我让店户收了几亩 发现亩产高达十多时 产量十分可观 我 立刻这些消息告诉了大哥 大哥听后十分地激动 和萧师爷商量了一会儿 决定要让宁门府的官员都过来亲自看看 萧师爷孝祝接过话 宁门府侠内有着 大量的沙壤地 大多都闲置着 不中实在浪费 大人的意思是想将山药推广出去说着 看了一眼严志强 三老爷说大姑娘庄子里的山药长得更好 所以就建议大人来这边 我今天就是先一步过来查看的 稻花点的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萧师爷 山药 产量高是高 可却不像稻子 麦子那般容易保存 所以 收上来之后 除了自家吃的 得尽快卖出去 父亲要想推广山药 就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要不然 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东西 要是砸在了手里 可是会出事的 萧师爷神色一正 将这个问题给记在了心里 准备回去告诉严志高 随后又笑道 在新州的时候 因为西瓜和葡萄的销售 衙门和各地商人都有过接触 只要咱们种出来的山药品质够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不难解决 稻花点了点头 又到 还有 沙壤帝的肥力不高 山药是不能接连层种的 这一点 也得提前说清楚 萧师爷再次点头 大姑娘 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稻花沉吟了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种 就想到这些了 其他的问题 怕是要等种过之后才知道了 萧师爷笑了 当初推广西瓜和葡萄的种植 大人也是徐徐徒之的 这次把宁门府官员叫过来观看 也没想让辖内都种 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事 明年应该只有沙县 才会鼓励种植 稻花笑道 就算其他县想种植 也得看土壤是不适合 而且 山药种并不多 萧师爷笑着点头 确实 如此 年轻的时候 我也去过一些地方 也看过别人种植山药 可产量都不太高 稻花垂了垂眸 严家的山药之所以高产 那是因为种植的山药快精 都是出自空间 随即 稻花洋装叹气道 看来今年我是赚不成钱了 为了支持父亲工作 少不得要将栽种的几千亩山药 都捐给他拿去做种子 萧师爷连忙笑道 那可使不得 府衙虽不富裕 可也不能白拿东西 只是大姑娘可能确实 要少赚一些了 道花爽朗一笑 少赚就少赚 只要不让我亏本就行了 萧师爷笑着端起茶杯 深深看了一眼道话 大人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 试问谁家的姑娘 如此小就能为父母解忧 为家族的兴盛 添砖加瓦了 严老太太见两人说完话了 笑道 丫头 你爹若是要带人过来参观 你这里怕是要用来接待一下众人 道花点了点头 没问题啊 不过这边东西有些少 得让人去采买一些杯子用具什么的 严老太太笑道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娘都准备好 了 等一下就让人去船上班 萧师爷站起身 我这会儿就去地里头瞧瞧吧 严老太太看向严志强 严志强立马带着萧师爷出去了 走 去山上看看老姐姐和你师父 严老太太来了的第二天 桃花村就开始热闹了 陆陆续续的都有人过来 围着道花栽种了山药的田地转悠 搞得店户以为要闹贼 天天巡逻警钉 第五天 严志高浩浩商商的带住一群人来到了桃花村 有官员 有辖内各地德高望重的老者 也有不少农活老把士 以及一些老百姓也跟在后头围观 除此之外 中州各府消息灵通的商人也来了不少 商人逐利 新州的西瓜和葡萄销售 让不少人赚到了银子 如今一听严志府又要推广新的东西 是怎么都要过来看一眼的 严志高知道 不让人亲眼看到山药的亩产 任由他说的天花乱坠 别人也是不会相信的 三弟 带人挖吧 等会儿我和范同志亲自来撑母产有多少 严志强点了点头 找了十来个农活出众的店户 开始挖山药 大家都小心着点挖 千万别挖坏了 挖坏了可不容易保存 看住挖出来的山药都有三四只宽 又长又粗 众人都心头火热 没一会儿 一亩山药挖完了 严志高招呼住身边的官员过去称重 算出来吗 母产有多高 一个激动的声音响起 回大人 有十五十 听到这个数字 众人都沸腾了 严志高见众人情绪高涨 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家的山药是因为伺候的好 别人总未必有这个产量 饭同志孝道 就算少一些 只收个十十 那也是高产 要知道 山药的价值可比普通的粮食贵多了 严志高笑了笑 这山药的产量大家都看到了 可味道如何还不知道 这样 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山药羹 尝尝这味道 饭同志立刻笑道 那我们 可有口福了 吃过山药羹 当即就有商人表示 来年愿意收购山药 同时 许多官员也纷纷表示 想要在自己辖内摘种山药 严志高笑容满面地听住 并没有立即回应 等众人尝过山药羹 严志高又带着众人 在地里头转用了几圈 然后就回府城了 第二天 府衙发布公告 只有拥有沙县户籍的群众 才能到衙门领取山药众 一时间 那些从沙县牵出来的百姓 又都开始往回牵 同时 一些没有户籍的流民 也都争先恐后地落户沙县 看住笑容就没断过的严志高 肖师爷笑道 这次应该可以彻底解决流民问题了 严志高笑住摇了摇头 彻底解决没那么容易 不过解决大部分 倒是可以的肖师爷 明天你亲自去沙县 监督沙县县令 落实流民落户的问题 山药 的利润大家都看得到 即便两三年一种 收入也是可观的 那些世家富户 指不定都在往那边涌呢 咱们可得把好官 给沙县提供山药种 是为了帮助百姓和流民 可别最终便宜了 那些世家富户 肖师爷点了点头 大人 放心 杯子一定不如使命 严志高沉吟了一会儿 又道 这次把文秀也带上 怎么说现在也是举人了 也该让他多见识 见识名声疾苦了 说着 笑看着肖师爷 到时候还反请师爷 多多指点 指点犬子 肖师爷立马道 大人严重了 大公子或大姑娘 都是人中龙凤 即便没有外人指点 也能看透各种 卢物本质 见肖 师爷提起两个儿女 严志高脸上露出了 些许自得的神色 不过嘴上还是谦虚道 小孩子可不禁夸 还得师爷多费费心 肖师爷笑住应下了 桃花安 皇上怎么说 看住肖叶阳拿着书信 默不作声 道花忍不住问道 肖叶阳收起信函 笑道 黄伯父要我私底下寻找金矿 不能闹出动静 也说了 如果你帮助找到了金矿 就需你一个县主之位 真的 道花激动地站了起来 看着他这么欣喜高兴 古婆婆和古尖无声对视了一下 眼神都带着笑意 道花成了县主 那配羊儿也就没太大的问题了 肖叶阳笑看着道花 心中却是在思索别的 黄伯父知道蒋家在找金矿 却放任不管 也叫他不要理会 这是什么意思 蒋家作为外戚手中掌握的权势 确实太大了 黄伯父对蒋家的忌惮 其实他小时候就察觉到了 想到历史上外戚的下场 肖叶阳心头跳了跳 有一天 黄伯父也会对蒋家下手嘛 第419章 证令 喂 你在想什么呀 道花见肖叶阳坐着愣神 伸手在他眼前晃动了一下 肖叶阳回神 笑问 你说什么 道花逆了他一眼 心不在焉的 你想什么呢 肖叶阳笑道 在想怎么找金矿呀 道花神情有些狐疑 不过也没继续追问 而是顺着说道 那你有想法了吗 肖叶阳摇了摇头 目前除了 金矿这个线索 别的也没什么发现 只能家派人手 一地一地地找了 见道花猝住眉头 又笑道 好了 你就别瞎操心了 道花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 这可是关我的风赏爱 真是麻烦 不能说明缘由 祖母和娘 肯定不允许我外出的 我就不能亲自去找了 肖叶阳摇头道 别说老太太和伯母不允许 就是我 也不会同意你外出寻找的 天天在外奔波 可是件极其类人的事 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受得了 道花 有付出才能有回报 我坐着不动 金矿如何能找到 找不到金矿 那我的县主之位 岂不是打水漂了 肖叶阳 不都说了有我吗 道花 我才不要呢 这功劳太大 你给了我 让我怎么回报你 肖叶阳眸光闪了闪 笑看着道花 眉宇间有些促暇 你这话 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 哎呀 说着 用手拍了拍脑袋 我想起来了 之前逛街的时候 刚好碰到有姑娘卖身脏腹 有公子给了银子 那姑娘就说了一句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唯有一脸想不起的样子 唯有什么呢 肖叶阳目光灼灼地看向道花 一副求他解惑的样子 而道花呢 早已是粉面寒称 飞快看了一眼屋子里的其他人 见师父和婆婆娇耳说着话 三哥 四哥正在抢凉拌西红柿吃 都没有注意这边 才松了一口气 随即 伸出手 狠狠拧在了肖叶阳胳膊上 我让你胡说 让你胡说 痛痛痛 快松手 我 开玩笑的呢 肖叶阳呲牙求饶道 道花没放 直接来了个360度扭转 气呼呼道 下次还敢不敢了 肖叶阳连连摇头 不敢 聊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道花脸色稍记 又来了个360度扭转 才放开了手 肖叶阳呲牙咧嘴地 搓着被拧的地方 一脸委屈地看住道花 你也太狠了 铁钉被你拧清了 道花面部改色 对付你就得用 很招你要再敢胡说八道 我就做事又要去扭肖叶阳 肖叶阳连忙一脸怕怕地躲开了 大妹妹 你们在做什么呀 严文凯突然出声 道花一正 抬眼看了看 发现师父 婆婆 三哥 四哥都在看住他和肖叶阳 顿时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 骨尖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斜了一眼肖叶阳 并用眼神警告他安分点 肖叶阳默默地低下了脑袋 心中忍不住抱怨骨尖偏心 明明是他的徒弟扭踏 他却来警告他 也太过是非不分了 谷婆婆笑着看了两人一眼 开口道 羊小子不是说要送西红柿进京吗 准备好了吗 道花连忙点了点头 准备好了吗 说着看向肖叶阳 只送西红柿是不是太单一了 山药刚收上来 要不要一起送点 肖叶阳 好啊 那山药我吃着非常不错 比小时候在宫里吃的都还要味美 黄伯父一定喜欢 道花下巴一扬 笑道 那是 你也不看是谁种的 肖叶阳含笑看住道花 眉眼带着宠溺 事事是 咱们颜大姑娘最是厉害了 见她这样 谷婆婆双眼笑成了一条缝 谷间则是有些眉眼看 目住脸将头转到了一旁 而颜文凯 则是碰了碰身旁的颜文涛 你没到 三哥 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小王爷和大妹妹 腻外的不行啊 说着 搓了搓双手 怎么总有一种 想要过去给小王爷一拳的冲动呢 颜文涛瞥了眼 肖叶阳和道花 然后又看了看颜文凯 心道 你现在才发现呀 他早就有对住 小王爷挥拳的冲动啊 道花是很想亲自去找金矿的 可惜现实不允许 便宜爹带着人来参观了山药地后 颜老太太陪了谷婆婆几天 然后就带着道花回府了 马车里 看住掀起车帘 频频往外看的孙女 颜老太太忍不住说交道 芸汐和芸烟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作为主人家 应该好好招待人家才是 你倒好 一出来就是大半个月 道花放下车帘 祖母 我这不是回去了吗 颜老太太挟了孙女一眼 倒也没再多说 感觉马车走得有些慢 掀起车帘看了看外头 见路上不少背住行囊的路人 面上露出了些许笑意 沙县能中山药了 百姓有了活路 也都慢慢回来了 道花点了点头 当初过来的时候 看住这边成片成片的荒地 树里内连个村子都没有 当时真的觉得好可惜 颜老太太笑道 你爸如今在弄留名落户 慢慢地这边的人气 就足了回府的时候 道花发现 大舅舅和二舅舅居然都来了 李星昌笑看着道花 你庄子上种的那山药 注视不错 道花笑问道 大舅舅 二舅舅 你们也去过我的庄子吗 参观那天 他一直在后头帮忙 前头都是三叔和大哥在负责 他并没有看到两个舅舅 李星昌 可不是去了吗 你这丫头金银庄子还真是有一手 不但地种得不错 家禽那些养得也好 道花笑咪咪地坐到李夫人身边 娘 你和两个舅舅刚刚在说什么呢 李夫人笑着 帮女儿理个礼并发 你两个舅舅想买点沙县的地 只是你爹已经颁布了政令 如今只许原籍百姓和流民购买 他们来晚了 李星昌有些遗憾道 我们早该妹夫一上任的时候就买的 如今就是买其他县的沙攘地 价格都要比以前贵不少 道花拍着胸口笑道 还好我们家先下手了 要不然我手里就没大庄子了 李太太知道女儿前些时候又买了 一个万亩大田庄 笑着说 也就是宁门府在北方 地广人稀的 这要是在江南 你可买不到这样的田庄 第420章 国库空虚 皇宫 下了早朝后 皇上就在前清宫狠狠地骂了一顿 户部尚书 勒令他必须在半个月内筹起北疆将士的良响 否则隔职差半 户部尚书出来的时候 两腿都在颤抖 兵部尚书本来是想来催要想赢的 可见户部尚书这个样子 很实相地掉转了回去 大殿内 皇上满脸怒容 对住跪在地上的警灵为首领雷言吩咐道 江南睡婴迟迟没上脚上来 跟老八脱不了关系 你马上带着人过去给朕查清楚 雷言 卑职领命 皇上双眼瞇了瞇 眼中闪烁着杀意 记住 这次务必把老八的党羽给朕揪出来 等雷言走后 皇上看向一直在 角落里当隐形人的安公公 去把魏琪给朕叫进来 安公公连忙应道 是说着 就弯住身子退出了大殿 没一会儿 就领着魏琪走了进来 皇上看住魏琪 沉生道 北疆局势越来越不稳 梁响必须筹齐 你亲自去一趟琉璃场 让费宇先把这两个月 售卖琉璃得来的银子 送到兵部去救救急 魏琪 属下马上去办 皇上点了点头 等魏琪离开 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还好盖了琉璃场 琉璃的销售不错 赚了些银子 要不然 这次北疆将士的梁响 国库根本拿不出来 安公公见皇上眉宇间 难掩疲惫 想了想 小心地上前询问道 皇上 从早朝到现在 您还什么都没吃 御膳房做了山药粥 那山药是小王爷刚送来的 奴才给你端一碗来尝尝 北疆不稳 端王蠢蠢欲动 蒋家又在一旁不断撤肘 这些都让皇上烦不胜烦 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不过 听说是萧叶阳特意送来的 想了想 到端一碗来吧 安公公面色一喜 立刻小跑猪退下 亲自去城 很快就端住山药粥过来了 皇上 您快尝尝 奴才闻着可香了 皇上见山药粥卖相 确实不错 就尝了一口 品过之后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味道确实不错 杨尝尔有心了 安公公立马笑道 可不是嘛 要说这小王爷呀 可真真是孝心可嘉 这自从去了中州 每每遇到了不错的吃事 都会送些进京 请您尝尝先 文言 皇上脸上的笑意多了些 这山药不错 记得给平清王府送些去对了 杨尔是不是还送了一车红果 安公公点头 是 那 要不是小王爷说 红果可以吃 奴才都不敢相信呢 红果皇宫里也用 不过 都是被拿来当盆景的 御膳房的人 按照小王爷给的方子 做了几个菜 奴才去试过菜了 味道还真是不错 皇上 等会儿午饭的时候 要不就上几道 红果做的菜 皇上来了兴致 好呀 今天中午就吃红果 不 西红柿做的菜吧 安公 见皇上已经吃下大半碗山药粥了 心中狠狠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因为国事 皇上胃口一直不怎么好 每顿都吃得很少 人都瘦了一圈了 可把他急得不行 还好 前天小王爷送了新鲜吃事过来 皇上将碗里的山药粥吃了个前茎 放下碗 擦了擦手 对祝安公公说道 去把杨尔写的信给朕拿来 前天光顾着和谢心腾那老皮肤浪费唇舌了 没好声看他写的信 安公公立马找来了萧叶阳的信 皇上打开仔细读了起来 没一会儿煤烧就高高的跳了起来 山药和西红柿竟都是那丫头种的 说着 炖了炖 想起了之前在桃花安用的饭食 别说 味道还真是不错 虽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常饭菜 却让他到现在都还有些回味 这严家耕独出身 倒也没忘本 这田地里的活比皇庄里的老把式 感觉都要更熟悉一些 皇上继续看住 萧叶阳详细记录了山药的母产 以及炎之高在宁门府颁布的政令 看完信后 皇上的心绪好了不少 笑着对安公说 朕没看错人 这个炎之高 治理地方倒真是一把好手 把他放在宁门关算是放对了 沉默了一会儿 叹道 要是朝中官员都如他这般 朕也不用这般忧心了 想到 北方的战士以及国库的空虚 皇上脸色又沉了下去 琉璃厂刚建好不久 虽赚了些银子 可根本不足以支撑将士们的良想 金矿 还是得指着金矿 才能弥补国库的空虚 吴京义已经领命过去查找了 不知能不能找到 严府 从桃花村回来后 道花就没再出门 因为要招待严云西和严云烟 倒也不觉无聊 只是每天都会盼着肖叶阳和两个哥哥回府 告诉他寻找金矿的进展 转眼间 进入了十月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起来 也不知今天三哥 四哥他们会不会回来 道花将针线房给严云西两人做的冬衣给他们送去后 回去的路上 平平看了好几次垂花门 王满儿笑道 这段时间三爷 四爷隔个两三天就会回来一次 姑娘你还这么想他们呀 道花白了他一眼 谁想他们了 他只是惦记着金矿 好不好 随即 伸出手感知了一下空气里的寒气 探到 等不了多久可能就要下雪了 要再找不到 之后找起来可就更累人了突然 背后传来严文修 的声音 大妹妹 道花回头 笑着问道 大哥 你回来了 严文修点了点头 跟在萧师爷身后学了半个个多月 他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的沉稳和自信了 你是不是要置信书给你烧什么小狗呀 道花双眼一亮 置信书来了 严文修点了点头 正在前院和父亲 二叔 三叔说话呢 他带了七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狗过来 说是你要的 我就过来问问道花有些发愣 七只 怎么带这么多 在哪里 我去看看 严 文修笑道 家里没人会养狗 就放在了马房那边 让马房的小厮照看住听了这话 道花和颜文修说了一声 然后就带着王马儿 去了马房 第421章 警况消息泄露 七条小狗都是纯黑色的 因为才刚出生不久 看上去瘦瘦小小的 道花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了 当即决定将它们带回道花宣养 这七只小狗以后就让碧师来养 你回去后把他手上的活分给其他人 王马儿点头印下了 接着笑着说道 姑娘 我发现你好像很喜欢 碧师 道花笑了笑 碧师这人没什么心思 交代他的事 他都能不掺任何水分的完成 虽然做事不怎么灵活 但让人放心 这七条小狗还太小了 稍不注意就可能养不活 让碧师看住 我放心 文言 王马儿对碧师更加重视了几分 身为奴才 有什么比得上让主子放心更重要呢 其实新来的几个女仆中 她更看好碧薇 碧薇做事更细心周到 为人也本分 姑娘身边的四个一等丫头还差一个 她一直以为会是碧薇的 但如今看姑娘这样子 碧师的可能性好像更大一些 道花带着七只小狗刚回院子不久 闫云西和闫云烟就找过来了 闫云西看了看小狗 笑道 没想到图书竟把刚生的小狗都给你送过来了 要知道 她家的小狗可是非常紧俏的 闫云烟笑了笑 当初怡云还在老家的时候 可没少跟住文涛哥去图书家 想来图书也很惦记怡云和文涛哥的 道花让碧师将小狗带了下去 并嘱咐她去厨房拿牛奶喂小狗 然后才对住闫云西两人笑道 劳图书记挂了 她送了我七条小狗 你们回去的时候也帮我给她烧点东西回去 闫云西和闫云烟笑竹硬下了 道花又问 衣服试过了吗 和不合身 若是不合身就跟我说 我让针线房的人给你们改 闫云西和闫云烟脸上都有些不好意思 这次跟住 文修大哥过来做客 他们又是吃 又是拿 心里都有些过意不去 不过两人都知道这是闫家的代客之道 连忙道谢 我们试过了 何事呢 用不住改道花笑着点头 那就好 你们要是有什么不合 心意的 可千万要告诉我 如果我不在 告诉丫鬟也行 让丫鬟去回禀我娘 闫云烟连忙道 我们在 这里的音音都很好 没有任何不合心意 道花笑了笑 没再继续 让谷雨上了茶点 三人坐在屋里 聊起了课堂上的事 丫云西 沈夫子真是不闻强制 她上课时说的那些见闻 我以前都没听说过丫云烟 是呢 我做女工的时候 被她指点了一二 秀出来 的东西 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丫云西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何当初 爷爷要数字往返县城 再三去请正夫子 来组里授课 这有个好夫子 真的会让学生受益无穷 她家和云烟家 在族里算是数一数二的 她们的女工 都是家里特意去请 镇上的绣娘来家教授的 和村里 镇上的其他女孩相比 她们的女工确实不错 可来了严府后 她们才知道 自己有多做井观天 其实刚来时 严一双她们并没有说错 她们绣的东西 确实有些拿不上台面 严府有不少丫鬟的女红 都比镇上绣娘的要出色 道花笑了笑 夫子学识的高度和深度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 学生的高度和深度 即便是那些高门显贵 为了给家里的孩子 请到好夫子 照样也会三顾茅庐 组长爷爷为了 足理后辈的前程 也是费心了 说话间 王满儿走了进来 姑娘 平通姐姐过来说 老爷找你 让你快去正院 道花满脸诧异 父亲找我 王满儿点了点头 严云熙和严云烟 见道花有事 连忙起身 你有事就去忙吧 我们回了道花没有留客 目光他们离开 等人一走 立刻问道 父亲找我什么事 王满儿摇了摇头 同样满脸问号 不知道 平通姐姐没说 道花沉吟了一下 那我们快过去吧 正院 道花过来的时候 见颜知高 正坐在临床的炕上喝茶 神色平和 便快步走了过去 服了服 父亲 您找我 颜知高见道花来了 指了指座椅 坐下说话随即又挥手 让屋里的女仆下去 见此 道花心中越发疑惑了 李夫人不在也就算了 丫鬟也要潜出去 便宜爹这是要跟她说什么 等丫鬟都退下后 颜知高才问道 小王爷和你三哥 四哥他们这段时间 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道花心下一惊 便宜爹知道金矿的事 那 想了想 斟酌着说 他们好像在找东西 颜知高急切道 你可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道花犹豫了一下 低下头 萧叶阳不让我说 颜知高先是一愣 随即又气闷地说道 小王爷不让你说 你就不说呀 你咋那么听话呢 为父往常与你说的话 也没见你这么听的呀 道花不接话 反而问道 父亲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找东西呀 颜知高美好气道 你父亲 我好歹也是宁门府知府 有人在我侠内找东西 我要是一点都不知道 那我这知府也别做了 说着 顿了顿 沉着脸道 蒋家人也在找东西 他们要找的东西 是不是跟小王爷的一样 道花愣了愣 蒋家也知道金矿的事了 没等道花继续说 颜知高又到 就在昨天 萧师爷在码头上 看到了端王的门人 说到这里 颜知高眸光变得无比严肃 道花 你老是告诉为父 小王爷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怎么把端王都给引来了 道花愣住了 端王 端王是谁呀 对于道花 没正面回答 颜知高倒没怎么在意 解释道 端王是先皇的第八子 先皇死后 就被皇上派去看守皇陵 一守就守了十几年 说着 瞥了一眼长女 语气忧深道 曾经有小道消息传过 先皇是想将皇位传给端王的 如今端王的人来了为父之下的地界 为父必须知道他们的目的 道花心中有些发紧 一个金矿 竟牵扯出了这么多人 皇上 端王 蒋家 这些可都不是他们家可以招惹的 不再犹豫 说道 父亲 萧叶阳他们在找金矿 什么 颜知高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瞪大住双眼看住道花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为父 道花默了默 又将遇到 五爷挤人的事告诉了颜知高 颜知高听后 太阳穴突突地跳 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 过了一会儿 又慢慢平静了下来 皇上既然知道金矿的事 又让小王爷不要声张 那为父还是继续装着不知道吧 不过 你的两个哥哥也必须得抽出来 皇家之事哪是我们家可以参合的 第422章 他这运气哦 从便宜爹那里得知 有那么多人都在找金矿 道花心中盈盈有些不安 刚好这段时间 萧叶阳和两个哥哥 又有好些天都没回府了 心中就越发着急了 也怪他考虑问题不周详 只想着找到金矿口能得到封赏 根本没想过 一座金矿会牵扯到多少人的利益 蒋家 当朝最强外妻 一门两后 端王 又是先皇最爱皇子 又涉及皇位继承秘闻 这些势力 那都是这个时代食物链最顶端的霸者 他们盯着的东西 他们家还是离得远远的好 免得成了他们交锋的炮灰 想通这个后 道花就越发急着 见颜文凯和颜文涛了 过了两天 见他们还不回 就派了秦小六给萧叶阳在城内的府邸送了信 但等了两天 那边也没准确回信 见此 道花有些坐不住了 想了想 快不去了老太太院子 借口给师父和古婆婆送东一和炭火 又去了桃花村 之前那只鹰笋死了后 萧叶阳又放了另外一只在那里 鹰笋可以直接找到萧叶阳的 船上 因为天气渐冷 道花 没敢在甲板上多呆 刚准备回船舱 就看到河岸上突然冲出三个满身血迹的人 啊 王满儿一个没忍住 尖叫了一声 姑娘 是那个吴爷 道花也认出来了 其中一个正是上次和吴爷一起的吴爷 正犹豫住要不要救人 这时 岸上又冲出了七八个手拿刀剑的黑衣人 不吧 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差了些 道花脸上瞬间没了血色 和之前的迟疑不同 飞快地对住秦小六说道 小六哥 把船往岸边靠一靠 记住 别靠太近 不要让人上到船上来 如果只有吴爷三人 他还可以装作不知 直接走人 反正他是朝廷命官 就算他不救 顶多被列为不可相交之辈 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但如今又来了身份莫名的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连朝廷命官都敢杀 为了避免事情泄漏 事后必定会杀人灭口的 为了小命 他必须得帮吴爷三人解决那些黑衣人 秦小六没有犹豫 连忙亲自去掌船 额头上全是痘大的汗水 以前跑标 他们也没少和人搏斗 可和岸上那些刀刀见血的人相比 他们实在有些小打小闹 岸上的两方人马都发现了合理的船只 只是如今抽不开手 再加上船距离岸边 还有一段的距离 也就没有理会 然而 他们没理会 船上的人却动手了 砰砰砰 在河岸上的人进入弹弓射程后 道花一个接着一个 不断地往岸上发射药丸 黑衣人十分的警觉 药丸射来的瞬间 以为是什么暗器 都纷纷避开了 随后见药丸炸开 空气中弥漫起药香味 立刻就紧闭了呼吸 吴经义是知道迷药丸的 连忙示意两个手下 闭气 心中却是在苦笑 这招可对付不了端王的死士 上次他们会中招 一是因为大意 二是颜文韬和颜文凯两人 降低了他们的戒心 但这些死士 常年游走在生死边缘 战斗之时更是小心尽慎 用迷药迷晕他们这一招 怕是不会有作用的 确实如吴经义所想 黑衣人都没受迷药影响 见船上的人竟敢多管闲事 黑衣人立刻派出两个 朝主船只杀去 然而还没跑几步 两个黑衣人就停下了 模样滑稽地全身抠抓了起来 你们干嘛呢 黑衣人头头怒吼了一声 话音还没落 他自己也扭捏了起来 身上的奇痒 让他连手中的剑都拿不稳了 该死 黑衣人顿时忍不住咒骂了一声 他们以为是迷药 以为闭上呼吸就没事了 谁知根本不是 刚想叫手下撤退 吴经义三人杀过来了 船上 道花见黑衣人中招了 心下一松 连忙对住秦晓六说道 开船说完 头也不回地进了船舱 船舱中 道花坐在窗边 看住最后一个黑衣人倒在吴经义三人肩下 飞速地放下了窗帘 姑娘 喝杯茶吧 王满儿从小跟住父亲走标 虽没见过这么血腥的 可心理素质却是早就练了出来 除了最开始的京剧 很快就平复下来了 见道花脸色还惨白惨白的 小心地上前给她倒了一杯茶 道花伸手去接 却发现双手颤抖的厉害 立刻缩回了手 有些声音道 我不喝 王满儿默默将茶杯放下 过了一会儿 道花问道 今天跟住出来的有哪些人 王满儿立刻将来的人名字上报了上来 道花紧握着双手 沉默了一下 让小六哥去叮嘱一声 今天的事都给忘了 不许说出去 谁要说出去了 直接发卖王满儿点了点头 是 一段时间后 桃花村到了 下了船 道花快步跑上山了 骨尖正在整理院中的菜地 看到道花 鲜尸一喜 可见她脸色发白 立刻放下锄头 走过去问道 你这丫头这是怎么了 看到骨尖 道花定了定神 想到自家师傅曾经一木棍 就打飞了一个护卫 就忍不住将刚刚遇到的事给说了 骨尖听后 脸色变了变 见道花像是被吓到了 立刻安抚道 丫头 你做得对好了 没事了 这些天天气转往 姐姐咳嗽得又厉害了 你帮我去看看她 道花被转移了注意力 婆婆还好吧 骨尖 昨晚咳得有些酒 现在还在睡你 你来得正好 去厨房给姐姐煮完冰糖炖雪梨吧 道花点了点头 先是去房里看了看骨婆婆 见她还睡着 就转身去了厨房 骨尖见道花进了厨房 立刻快步出了桃花庵 等道花将冰糖雪梨做好 并给骨婆婆喂下 骨尖带着吴京义三人回来了 吴京义因伤得有些重 已经昏过去了 另外两人也受伤不清 被骨尖安排进了 萧叶阳的房间住下 师父 你怎么把他们三个带回来了 看出一脸担忧的徒弟 骨尖笑了笑 放心 为时已经抹出了路上的痕迹 不会有人找到这里来的 文言 道花狠狠松了一口气 骨尖见她这样有些好笑 随即又有些感叹 小徒弟的运气 这次要不是遇到了你 他们就没命了 道花疑惑到 他们不是皇上的密探吗 谁敢杀他们 骨尖冷笑了一声 这世上之人 不是都听皇帝的话的 皇宫 仁寿宫 太后脸色铁青地 看住眼前的承恩宫 痛心疾首道 咯咯糊涂呀 金矿是蒋家可以沾染的吗 私自开采金矿 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承恩宫您没到 太后息怒 我这也是没法呀 这些年皇上对蒋家的态度 你是看在眼里的 那金矿 我只是想给蒋家 准备一条后路 太后揉了揉 发账的额头 哥哥要给蒋家留后路 我不管 可是不能是金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旦蒋家私自开采金矿的是败路 那就是等于将刀子 直接递给了皇帝 只要我还活着 皇帝为了名声 他就不敢动蒋家 可若蒋家做了违逆之事 满朝文武都就不了 蒋家承恩宫面露犹豫 那可是金矿 若是蒋家得了 可保树袋富贵 太后立声道 再大的富贵 也得有命想 说着 停顿了一下 金矿的事进行到哪一步了 承恩宫还在寻找中 只确定在宁门府内 太后想了想 等会儿哥哥就去见皇帝 就说有份礼物要送给他 只是如今礼物还没准备好 一准备好就面成给他 承恩宫知道太后的意思 心中十分的不舍 为了找金矿 蒋家可耗费了不少人力和财力 之后找到了 却要上交给皇帝 想想就觉得亏得慌 太后见他这样 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耐心道 如今国库空虚 北疆又战事不断 蒋家若能在这个时候帮一把皇上 皇上还能不计蒋家的情 如此大的功劳 皇上还能没封赏 别只顾住前沿的迎头小利 眼光放长远一些 第四百二十三章 眼影 到花到桃花庵的第二天 萧叶阳来了 你没事吧 萧叶阳将到花拉到身前 下打量了一番 确定他没受伤 才放下心来 然后就忍不住数落到 你说你 遇到暗杀这种事 不想着逃跑 反而还往上冲 这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 道花顶住两个黑眼圈 神色有些奄奄的 你以为我想呀 谁让我那么倒霉碰上了呢 不帮忙解决那些黑衣人 万一事后他们杀人灭口咋办 萧叶阳见到花没什么精神 星知昨天的事肯定吓到他了 拉起他的手 安抚道 好了 没事了 我派人去了事发地点 保证不让后来人 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道花连忙道 你确定不会让黑衣人背后的人 找到桃花村这边来 也不会让他们发现 我参与了进去吗 画本里 像黑衣人这类的杀手 可是无所不能的 昨天晚上一趟上床 他脑子里不是浮现出黑衣人 追杀到桃花村 将桃花村给灭村的画面 就是黑衣人找到了严家 将严家的给灭门的画面 吓得他一宿都没敢睡 萧叶阳有些失笑 你都说了那是画本了 杀手要真的无所不能 那还不天下大乱 好了好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别瞎想了说着 顿了一下 有些无奈地看住道花 昨天的事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你这家伙的运气 也不知该说好还是不好 上一次是绑了黄 五爷几个 这一次又遇到了死尸刺杀 这出事的频率也太高了 这样 我放个人在你身边吧 道花精神不是很集中 没听清萧叶阳的话 胡乱了点了点头 点过头后 才后知后觉问道 你要放什么人在我身边 萧叶阳 当然是能保护你的人了 道花双眼一亮 连连点头 若是以前 他肯定是不会要的 可经历了昨天的事 他才发现 遇到是他手里 连个可用之人都没有 秦小六和王满儿 也就能处理平常的事物 像昨天那种突发事件 两人不乱阵脚 已经是帮他大忙了 没多久 被萧叶阳派出去 抹出痕迹的暗卫回来了 为了让道花彻底放心 萧叶阳带着道花见了暗卫 暗卫再三保证 昨日打斗的痕迹 已经全部抹出 不会被人找上来 道花紧绷的心绪 才松懈下来 虽然昨天师傅 已经去清理过了 但他到底不是专业的 他心底还是有些隐忧的 你觉得刚刚那暗卫怎么样 等暗卫下去后 萧叶阳就对住道花问道 道花迟疑了一下 挺好的 可那是你用惯了的 你给了我 你会不会没人用啊 萧叶阳淡淡一笑 你觉得好就行 我用 不止一个暗卫 道花没再推却 想了想说 前些天没事的时候 我又配置了一些药碗 我给你拿一点吧 萧叶阳已经习惯 道花每收一点东西 就要还回一些东西的做法了 笑着点了点头 好呀 正好最近是比较多用的道 道花回屋 拿了好些瓶瓶罐罐出来 放在一个布袋里 直接递给了萧叶阳 用法和药效都写在瓶子上了 萧叶阳结构布袋 看了一眼就交给了身后的德服拿着 道花重新坐下 问道 金矿的事 你们找得怎么样了 提起金矿 萧叶阳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起来 宁门府之下的三周十八线 我们几乎都找了个遍 可还是没消息 道花又说 前些天 我父亲问我你和我三哥 四哥是不是在找东西 我告诉他金矿的事了 闻言 萧叶阳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闻言伯父是宁门府之府 他知道是迟早的是道花 我父亲说 蒋家也找到东西 还有端王的人也出现在了宁门府内 萧叶阳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闻言伯父的消息倒是灵通 端王叔的人来了宁门府 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的 道花试探道 他们都在找金矿 对不对 萧叶阳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道花脸色变了变 又问 他们是在给自己找 还是在帮皇上找 萧叶阳眸光闪了闪 这个 就只有他们才知道了 听到这个回答 道花心脏不由自主地跳了跳 沉默了半上 看住萧叶阳 既然蒋家和端王都在找金矿 那你们就别找了 不行 道花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一道略显虚弱的声音 道花和萧叶阳转头看去 就看到吴经义被一个手下搀扶着走了进来 还没坐下 就听他说道 我们不仅要找 还得比他们快 尤其是要赶在端王之前 吴经义在堂屋坐下后 没一会儿 古尖也过来了 看了眼道花和萧叶阳 古尖就将目光转向吴经义 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 吴经义看了一眼道花 见古尖和萧叶阳都没有让他离开的意思 便开口道 宁门府这边的这座金矿 端王早就发现了 本来他是想占为已有 私自开采的 可惜 门下之人将消息给泄露了出来 如今皇上和蒋家都知道了这事 端王星之不可能再拥有金矿了 所以 他就想着将金矿献给皇上 借此功劳 重回朝堂文言 宵夜 阳和古尖神色都变了变 道花对朝堂之事不了解 很识相地端坐在一旁 没开口说话 吴经义继续说 如今北方局势不稳 战事频发 可国库却拿不出梁响来 端王真要公然将金矿献了上来 就等于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 这时候 端王的党羽要是提出让端王重回朝堂 皇上是不好拒绝的 端王 狼子野心 一直在窥忌住皇位 这些年即便是在看守皇陵 也没少给皇上下绊子 真要给他回了朝堂 那可是大下之祸 萧叶阳不简 端王叔既然一早就知道金矿了 那我们要如何阻止 吴经义嘴角勾 聊勾 露出一丝嘲笑 端王这些年虽一直在笼络人心 可皇上乃至是明君 跟住他的那些人 有不少都左右摇摆了起来 那发现金矿的人 并没有直接将金矿的消息告诉端王 而是想上报给皇上 趁机投靠过来 可惜 中途出了变故 被蒋家的人抓去了 骨尖双眼眯了起来 也就说 现在有三方在寻找金矿 蒋家 端王 以及皇上一方的人 吴经义点了点头 古老说得不错 不过 金矿若被蒋家找到 以太后的精明 蒋家应该不敢做谋逆之事 他们会和端王一样 选择将金矿上交 如此一来 蒋家在朝廷里的微信 势必又会上一层 若是被端王找到 那就更不符合皇上的心意了 所以 我才说 我们要抢在他们之前先找金矿 如今端王的人已经到了宁门府 为了阻止他们寻找金矿 我已经和他们进行过 好几次交锋而说到这里 吴经义笑着看向道花 还未 来得及向女孩说声谢谢 昨天要不是你 我怕是就要交待在这里了 说着 从腰上取下一块玉佩递了过去 日后姑娘要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尽管开口 吴某能办的 一定帮忙办成道花看了看 古尖 又看了看萧叶阳 没有接玉佩 古尖 他一个小女孩能有什么事说着 看了一眼道花 示意他过去接玉佩 武军都督的一个承诺 还是很有分量了 管他有没有用 先拿到手再说 道花收到师父的示意 起身接了玉佩 之后 吴经义就和萧叶阳 说起了寻找金矿的事 道花没继续听 出了屋子 一出来 就看到了站在院子里的暗卫 属下暗期见主子说完 就对着道花 单膝下跪 道花惊了一下 你知道日后要跟住我了 暗卫点了点头 福公公已经告知了属下 道花沉默了一会儿 想了想到 跟住我可能没有跟住 萧叶阳有前程 不过你放心 我会用银子补偿你的 嗯 暗卫愣了愣 抬眼看了看新主子 心中有些够异 他没想到第一次训话 新主子竟是说的这个 被分配过来 他心里没有任何不愿意 做暗卫的 每天都是将脑袋 提在裤带上 哪有什么虔诚可言 跟住一个 是不多的的主子 说实在话 是他们做暗卫的福分 他的事 要是被别的暗卫知道了 指不定会多少人羡慕呢 道花见暗卫跪着 你起来说话 暗卫飞快看了眼道花 站起了身 道花 你叫暗七 暗卫点头 这是属下的代号 道花 那你的名字叫什么 暗卫摇了摇头 属下只有代号 没有名字 语气很平静 似乎对于这个 已经认命了 他们从小就被集中训养 父母 亲人通通都不记得 哪里有什么名字 道花沉默了半声 你以后叫眼影吧 暗卫再次看了一眼 道花 弯身道 多谢主子赐名 听到背后传来动静 道花说 你退下吧 暗卫点了点头 羞的一下消失在了院子里 第424章 受伤 看什么呢 萧叶阳走出屋子 就看到道花伸长脖子 在四处张望 道花 我在看暗卫躲到哪里去了 文言 萧叶阳顿时笑出了声 暗卫若是被你轻易发现了 那他可成不了暗卫道花 想想觉得也是 笑着对萧叶阳说 我给那个暗卫取了个名字 他日后脚眼影了萧叶阳不慎在意 他是你的人了 你想让 他叫什么都可以 道花看了一眼屋子里坐着的吴惊义 想了想说道 萧叶阳 那吴爷是不是奉皇上之命来找金矿的 萧叶阳点了点 头 道花 既然皇上派了人过来找金矿 那你和我三哥 四哥就不要再烫这浑水了吧 萧叶阳见到花盐顶带住担忧 笑道 两天前 我得知端王叔的人也在找金矿 就让你的两个哥哥回了军营 没让他们继续到花松了一口气 刚刚听那吴爷的话 金矿涉及蒋家和端王的利益 若是严家人参与其中 被发现了 怕是会被穿小鞋 那你呢 你还要继续寻找吗 萧叶阳点了点头 黄伯父坐镇京都 无法顾及到这边 身为侄子 我理应为其分忧 道花有些担忧 端王的人连吴爷都敢刺杀 那你 萧叶阳笑着结过了话 放心吧 我到底是亲王之子 端王叔的人不敢呢 道花 你也别大意 小心一点为好 最好别亲自去找 萧叶阳笑道 我要不亲自去找 你的县主之位怎么办 道花摇了摇头 算了 我现在可不敢去想什么县主之位说着 神色一叹 世间之事但凡牵扯到皇家 就会变得复杂 寻找金矿 谁找到了 谁立大功 得奖赏如此简单明了的事 到了皇家 就可能变得刀光血影起来 我还敢参合进去吗 萧叶阳神色也淡了下去 这事 因为皇家牵扯的利益太大了 端王参与进来 寻找金矿的事就变得紧急了起来 当天下午 吴经义就不顾伤势 和萧叶阳一起离开了 道花将人送走 在桃花安住了几天 直到古婆婆的咳嗽缓解了 才回了严府 十月中旬 宁门府下了第一场雪 雪下得很大 当天下午 在严一乐的提议下 家里几个女孩就在老太太院子里堆起了雪人 道花披着天蓝色雨沙 面白虎霹里喝长 站在狼檐下 伸出手任由雪花飘落在手中 阴住心里有事 惦记住 并没有参与院中的嬉戏 这么冷的天 萧叶阳那家伙 应该不会继续在外奔波寻找金矿吧 你 这丫头 独自嘀咕住什么呢 严老太太听到院中的嬉笑声 披着厚厚的披风 从屋里走了出来 见道花独自站在狼檐下 嘴唇还上下翻动着 顿时忍不住笑问 道花笑着走了过去 搀扶住老太太 我在说今年的雪可真大 严老太太看了一眼外头的雪 笑着点头 锐血照风年 希望来年风调雨顺地说着 看了看院里的几个姑娘 今天你倒是难得的安静 怎么不下去玩呀 道花紧了紧身上的鹤 场 怪冷的严老太太见 孙女 一副没兴致的样子 也没再多说 这时 有丫鬟过来禀报 老太太 三爷 四爷回来了 严老太太双眼一亮 对住孙女说 快 吩咐厨房 今天做羊肉汤锅子吃 说着 拉了拉道花的手 你两个哥哥 有十来天没回家了 得给他们好好补 道花笑着指点头 很快 严文修就带着严文涛 严文凯 以及严文七几人 就来了松鹤院 老太太喜欢热闹 没一会儿 屋子里充满了欢笑 道花见严文凯 正陪着祖母说笑 给严文涛递了的眼神 然后就走出了房门 在门外等住 等严文涛出来 道花立马将人拉到了角落 三哥 金矿的事 你知道 萧叶阳他们找得怎么样了吗 严文涛看了 看道花 神色有些迟疑 疑附 不知该不该说的样子 见此 道花拧了拧眉 三哥 出什么事了吗 严文涛犹豫了一下 小王爷他 他受伤了 道花顿时睁大了眼睛 语气有些急切 他怎么会受伤呢 严文涛脸忙拉了拉道花 你想声点 道花注疾到 他伤到哪里了 严不严重 严文涛压低了声音 后背被砍了一刀 已经及时医治过了 不严重 道花眉头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被砍了一刀 怎么会不严重呢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他现在在哪里 是不是在城里的府邸 严文涛连忙拉住道花 你别住急嘛 小王爷确实没什么事了 今天一早 我们离开军营的时候 还看着他带着人出去了呢 听到这个 道花更急了 这家伙 身上有伤 他还出去做什么 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 说着 看向严文涛 三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叶阳身边那么多人 怎么会让他受伤呢 严文涛摇了摇头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发现 小王爷的护卫身上 好像都带着伤 说着 叹了一口气 难怪小王爷 不让我和文凯参与 这找个金矿 经这般危险 道花神色突然移动 三哥 你说萧叶阳这段时间 都住在军营里 严文涛点了点头 道花 他们这么急着找金矿 怎么会待在军营 莫非金矿就在宁门关 严文涛再次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看小王爷他们的样子 应该是 发现什么 签定了一个范围 不过 金矿还没找到 道花沉吟了起来 宁门关 若是范围缩小了 他倒是可以跑一趟 想了一会儿 道花拉着严文涛 三哥 我要去看萧叶阳 严文涛顿时头痛 道花摇头 不要 他现在这么忙 我怎么好给他添乱呢 严文涛郁闷了 不好给 小王爷添乱 就好给他们添乱 这个手肘拐得 是不是太厉害了些 严文涛从小就拿道花没办法 被道花磨了一会儿 就招架不住了 别忙到 要不 我把文凯叫来商量一下 严文涛被女仆叫出来 一看到道花 顿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撇嘴道 亏小王爷还再三嘱咐我 不要把他受伤的消息泄露出去 没想到我没说 三哥你倒是先说了 严文涛搔了搔后脑勺 没办法 面对道花 他向来是不会隐瞒的 第四百二十五章 看病 严文涛和严文涛被道花磨得没法 最后还是点头 同意带他去见萧叶阳 你要怎么跟家人说 现在下着雪呢 娘和祖母不会同意你出去的 严文涛忍不住幸灾乐祸道 道花斜了他一眼 用不住你管 我自有办法说完 深吸了一口气 就大步朝着老太太走去 严文涛和严文涛看住他 在老太太耳边说了几句 没一会儿 老太太就点头了 顿时大感惊讶 道花从老太太屋里出来的时候 忍不住双手合十地嘀咕了起来 严文涛凑近了几步 才听到他在念叨住什么 婆婆莫怪之类的话 四哥 你干嘛呀 道花瞪了一眼倾斜住身子 偷听他说话的严文涛 严文涛哄得摸了摸鼻子 低声问道 你跟祖母说了什么 祖母这么轻易就同意你出去了 道花 要你管 反正明早你们走的时候 我会跟 你们一块出门好了 先不说了 我得去准备一下 萧叶阳受伤了 得给他带点新作的金窗药 去空间里只有三亩地 比较小 所以 里面 摘种的粮食 药材 茶叶 花卉这些 它都是依照外头的节气来收的 但他专门开辟了一块黑土地 用来种药 里面种植的药材 都是种了好几年的 药效比一年一收的好很多 自从遭遇吴经义被刺杀的时候 他回来就用那些年份较长的药材 配置了一批药出来 没想到这才没几天 就派上用场了 看住快步离去的道花 阎文凯撇了撇嘴 对住阎文涛说道 这个大妹妹 对外人比对他亲哥还紧张 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也不问候问候我们 白疼他了 闻言 阎文涛有些无语 摇了摇头就转身进了老太太屋子 他们是有些日子没回来了 理该多陪陪祖母和家人的 隔天一早 道花就和阎文凯 阎文涛一起出门了 一出城门 道花就让秦小六带其他人先去桃花村 这些人 都是道花出门时用惯了的 都知道自家姑娘主意大 如今要和三爷 四爷一块去玩 他们自私不敢拦着 只能跟住秦小六先坐船去桃花村 为了不引人注目 道花和王马儿在马车里换了男装 然后直接骑马 跟在阎文凯和阎文涛身后 一起朝住回宁门关跑去 同时 宁门关东北口保台 看住趴在床上睡住了的萧叶阳 吴京一默默退了出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对住的福说道 德福 好生照顾小王爷 德福点头道 奴才知道 吴京一看了一眼屋子里 低声说道 小王爷用计让蒋家暗卫 和端王暗卫对上的事 我会如实禀报皇上的 德福低头没接话 吴京一也没让得福回应的意思 他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这次寻找金矿 他对这个曾经节省不逊的小王爷 真的有些刮目相看 胆大 心细 还敢于冒险 前两点还好说 但凡接受过正统教育的贵族之子 有这两种特质的并不少见 而能做到后者的 却是少之又少 无他 越是富贵的人家 越是珍惜生命 所以 就会少了那么一些 敢于拼搏之心 萧叶阳身为平亲王唯一的嫡子 竟敢以身犯险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想到京城里 那些养尊处优的皇室子弟 吴京一心中 又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若是平亲王多关心这个儿子 他想萧叶阳也用不住这么拼吧 我去忙了 好生照顾小王爷 有什么事立马派人通知我 德福弯腰道 吴都督慢走 等吴京一走了 德福快步进了房间 见萧叶阳面色有些潮红 连忙伸手试了是他额头的温度 见有些发烧 立刻拿了尸帕子给盖在额头上 宁门关 看住眼前气势雄伟 孤若金汤的关城 盗花心中很是震撼 要修这么一座关爱 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 颜文凯笑了笑 大妹妹 你可真是的无事忙 这些事自有皇上操心 你想那么多做什么 说着就翻身下了马 军事重地 闲杂人等不能进入 你先和三哥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看看小王爷在不在 颜文凯对住盗花说了一句 就快步跑进了城门 守门人和颜文凯很熟 只见他对住守门的士兵挥了挥手 士兵就让他进去了 盗花站在门外 抬头仰望着厚重高耸的城墙 透过夺口 隐约间还能看到来回巡逻的士兵 看了一会儿 盗花走到颜文涛身边 低声询问道 三哥 郭总督知道萧叶阳在找金矿部 颜文涛 应该是知道的 你想 大伯父都知道有人 在宁门府找东西 更何况是郭总督呢 不过 郭总督应该和大伯父一样 都选择了装作不知道 盗花点的点头 国家乃京城数一数二的士家 对于皇家之事 估计也是能避则避 很快 颜文凯就回来了 还没走近 就对住盗花几个人挥手 走 跟我来 颜文涛立刻问道 去 哪里 颜文凯 小王爷在东北口的宝台那边 颜文涛不再多问 是一道花跟上 一行人快速离开了 东北口宝台 颜文凯和颜文涛 时常跟在萧叶阳身边 众人都是知道的 助手士兵一听他们是来看萧叶阳的 就立马放行了 德福刚将要熬好 正准备给萧叶阳端去 就看到了颜文凯凯几个 一开始 他还没看到道花 等人走近了 才发现跟在后头的小个子道花 道花在姑娘中不算是矮的了 可在男人中 那绝对是娇小无疑的 颜姑娘 你也来了 看到道花 得福双眼瞬间就亮了起来 端住药 也没理颜文涛和颜文凯两人 静止走向道花 颜姑娘 你快去看看主子吧 主子伤口感染 如今正在发烧呢 闻言 道花神色一级 催促道 那你快带路呀 德福连连点头 是是是是 快跟奴才来 被晾在一旁的颜文凯和颜文涛 听萧叶阳发烧了 也顾不得其他 连忙跟了上去 看住趴在床上面色潮红 眉头紧皱 一副很不舒服样子的萧叶阳 道花也不由拧起了眉头 伸手试试他额头的温度 发现滚烫 立马对住的福说来了一句 把他衣服脱了 这话一出 德福直接愣住了 紧随而来的颜文凯和颜文涛 也都瞪大了双眼 道花见得扶不动 有些筑疾 你愣住做什么呀 快把他的衣物脱了 德福咽了咽口水 颜姑娘 你这是要做什么 颜文凯也急忙问道 是啊 大妹妹 你脱小王爷的衣服干什么 剑 两人这服样子 道花有些无语 我当然是为了检查他的伤口了 德福一听这个 才想起道花是会医术的 立刻放下手中的药碗 过去将萧叶阳的上衣给脱掉 看住萧叶阳背上 那起码有一尺长的伤口 道花的心被狠狠凝了一下 连忙走到床边 将新配置的金疮药拿了出来 先给萧叶阳清理了一遍伤口 然后才细心地将金疮药要敷了上去 伤口处理中 萧叶阳感觉到疼痛 闷哼了几声 双眼微微睁开了一些 道花见了 以为他醒过来了 立刻让的符将要端过来 尝了一下 知道是退烧的 就将萧叶阳扶了起来 柔声道 萧叶阳 来 把药喝了 萧叶阳此刻脑子有些浑浑噩噩的 瞥了一眼眼前未要的小丝 发现他长得竟有些像道花 嘴角顿时勾了起来 道花 说着 甩 了甩脑袋 觉得自己稍糊涂了 这都开始产生幻觉了 看到放在嘴边的药碗 直接伸手接过 仰头几口就给喝完了 然后再次趴在了床上 道花见他这么爽快地喝了药 放心了些 将碗地给了得福 想起身去整理药包 不想手被萧叶阳抓住了 道花抽了好几次 都没能将手抽出 又担心用力过大 会牵扯到萧叶阳背上的伤 只能作罢 看住自己的手被紧紧握着 道花有些无奈 对住两个哥哥说 三哥 四哥 你们去忙吧 阎文凯 那你呢 道花指了指自己的手 我在这里守着萧叶阳 等他醒来 阎文凯 没说什么 阎文涛却有些迟疑 这不好吧 道花现在已经大了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可是会坏他名声的 德福立刻说 没什么不好呀 主子喜敬 严静他人来此打扰 又有我和马儿姑娘照看住 三爷 四爷就请放心吧 阎文凯往门外张望了一下 点了点头 这边确实挺安静的 阎文涛见的福几句话 就把他给说服了 顿时有些无语 这是安不安静的问题吗 这是道花和小王爷 单独同处一室的问题好不好 阎文涛刚想说些什么 就听道花说 三哥 我在这里没事的 你们不是还要去操练吗 快去吧 阎文涛还是有些犹豫 阎文凯见他磨磨蹭蹭的 有些 无语 哎呀 三哥 你瞎担心什么呢 大妹妹在这里 难不成还会有危险 好了好了 我们快走吧 刚刚我可瞧见 裴将军去叫场了 要是去晚了 又得挨罚不可说着 就拉着阎文涛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阎文涛回头看向道花 我们操练完了就过来 道花笑着点了点头 等两人走后 道花示意往马儿 给自己端了一个小马扎过来 手被萧叶阳拉着 坐在床沿上 被要微弯 有些不太舒服 得福 萧叶阳怎么受伤的 得福叹气道 还不是为了金矿 前几天 底下的人在宁门关附近 发现了金草 主子和吴爷就带着人 在周围的山林寻找 谁知 蒋家和端王的人 也摸到这边来了 一遇上可不就打起来了 道花 你们都在哪些地方 发现了金草 得福 那好些地方呢 不过长得都不多 但凡长有金草的地方 都被挖遍了 没发现一点金子的影子 昨天吴爷手下的人 又找到一处 长有金草的地方 主子不顾伤势 立刻带着人去了 谁知 还是空欢喜一场 回来之后 人就开始发烧了 道花看住 昏睡过去的萧叶阳 您没到 这家伙需要 这么拼命 连伤都不顾 得福抬眼看了 看到花 沉默了一下 说道 主子说 他想多积攒点功劳 日后有什么事 也好朝皇上开口道花 愣了愣 随即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心疼 萧叶阳若是有父母 为他筹划 可至于让他以身犯险 换取功劳 手被抓了好一会儿 道花有些不舒服 想活动一下 谁知手刚动 萧叶阳抓得更紧了 没一会儿 更是直接把他的手 拉到头下枕了起来 见此 道花有些哭笑不得 得福没再说话 转身出去 又为屋里添了两个探盆 道花坐在床前 给萧叶阳掖了掖被子 见床头有本宁门关地质 便拿来翻看了起来 一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道花翻书的声音 得福见了 拉着王满儿出了房 你拉我出来做什么呀 王满儿有些不满地甩开了得福 得福笑了笑 满儿姑娘投资来宁门关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北口宝台 是整个宁门关的最高地 走 我带你去看看这边的美景 王满儿有些心动 不过还是摇头拒绝了 我走了 姑娘若是有什么事 叫我怎么办 得福笑道 主子刚扶了要睡下 不会那么快醒过来的 言 姑娘在看书 哪里会有什么事 我们就去城墙上走走 很快就回来 王满儿身头看了看 屋里安静看著书的道花 见一时半会儿 确实不会有什么事 才点头答应了 得福过去江门关上 然后就带着王满儿去了城墙 房间里 道花翻看了几页地质 双眼就有些睁不开了 昨晚因为惦记着 萧叶阳的伤势 他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 加之今早又起了的大早 此刻就有些忍不住 打起了瞌睡来 萧叶阳是被后背伤口 给阳醒的 一睁开眼睛 就发现自己手中 多了一只白皙软滑的柔蹄 原本迷糊的脑子 顿时清醒了过来 一个机灵就爬了起来 由于起身幅度过大 拉扯到伤口 萧叶阳忍不住撕了一声 抽了一口凉气 稻花被惊醒 由于马扎过小 身子往后仰的时候 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哎哟 身上的衣服穿得比较多 稻花并没有摔疼 不过骤然惊醒 还是被吓得叫了一声 稻花 看住爹坐在地上 穿得圆滚滚的稻花 萧叶阳又是惊喜 又是意外 第四百二十六章 暖心 你真的来了呀 萧叶阳惊喜地看住稻花 想起身邋遢 可一动就扯到背上的伤口 眉头顿时疼地皱了起来 稻花见了 连忙用手撑地 麻利地爬了起来 一边揉着发麻的胳膊 一边说道 你别乱动 刚给你上过药呢 要是扯到伤口 伤口又得裂开了 闻言 萧叶阳神色动了动 有些别扭地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你给我上的药 稻花继续揉着胳膊 美好气道 我是 师父的徒弟 有着正宗师承的大夫 给你上个药怎么了 说着 甩了甩发麻的胳膊 萧叶阳 你手臂怎么了 萧叶阳想到刚醒来时 手中握着的柔蹄 心间顿时有股暖流划过 瞅了瞅道花 眼底渐渐染上浓浓的笑意 我还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没想到 竟真的是你 萧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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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谢你做梦的时候 只把我的手荡成了枕头 而不是鸡腿 听到这话 萧叶阳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要荡成了鸡腿 你会怎样 萧叶阳 萧叶阳 当然是把你给掐行了 萧叶阳见他故作凶狠的样子 鸣嘴一笑 看了一眼窗外 现在什么时辰了 道花将挂在脖子上的怀表 拿出来看了看 喂食二客了 下午一点三十分 没想到都过了晌午了 难怪我觉得有些饿了呢 萧叶阳 掀开被子 想要下床 道花连忙阻止 你身上有伤 还是躺在床上吧 萧叶阳摇头 你不是饿了吗 我带你去吃饭 道花 饭菜直接让他扶送过来就是了 你用不住起来说着 转身去把门打开了 德福 马儿 道花站在门口叫了几声 不过却没人回应 这个德福和马儿跑哪去了 道花嘀咕住回了屋子 一进去 一进去就看到萧叶阳在废里的穿衣服 连忙急步走了过去 接过他手中的衣炮 不是让你别乱动吗 当心扯到伤口 如今正至寒冬 伤口本来就不容易恢复 你的伤口又那么大 要是反复裂开 就更难愈合了 我早就 和你说过 让你当心一点 别以为自己带足了人就觉得安全了 果不出我所料 受伤了吧 受伤了 还不好好休养 非要跑出去折腾 自己折腾的发烧 你就满意了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如此让人操心 道花一边帮萧叶阳穿衣物 一边数落住 萧叶阳静静地站住 任由道花帮他穿衣 也任由他说教 目光一直紧随着他移动 脸上始终带着柔和的笑意 看住喋喋不休的道花 萧叶阳被赶亲近 虽然此时已步入了寒冬 可心里却暖洋洋的 我们以后一直这样好不好 道花刚将两只袖子 给萧叶阳穿好 就听到这莫名其妙的话 有些没明白过来 各意地抬起头 看向萧叶阳 你说什么 萧叶阳低头看住 望住自己的道花 由于他矮了自己一个头 他能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 难得的亲近 他自然不愿错过 细细地打量住他的眉 眼 鼻 唇 看住他清澈明亮的黑眸中 清晰地倒映住自己的脸庞 忍不住伸出手 扶上了他的脸颊 萧叶阳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道花愣住了 忘了反应 就这么正正地看住他 哎呀 屋门开了 一定是姑娘醒了 王满儿和德福快步踏入屋子 然后就看到四目相对 两两相望的萧叶阳和道花 听到动静 道花眨了眨眼睛 从睁神中回过神来 连忙后退了几步 和萧叶阳拉开了距离 有些不自在地看了一眼王满儿 你们刚刚去哪里了 王满儿还沉浸在刚才的那一幕中 傻傻没回神 最后还是德福笑着上前说道 奴才担心主子和颜姑娘醒来会饿 就带着马儿姑娘去军营厨房 弄了些吃的回来 边说边将食盒放在了桌上 见萧叶阳一袍还没扣上 又快速走过去 帮他整理衣物 道花转过身 想快点驱散刚才的尴尬 就朝着食盒走去 都有些什么吃的呀 王满儿已回过神 连忙打开食盒 将里面的饭菜拿了出来 姑娘 军营里的饭菜做得粗糙了一些 你可能要将就一下 道花看了看饭菜 一盘白菜炖猪肉 一碟咸菜 一碟酱肉 一盆萝卜汤 几个杂面锅盔 两碗糙米饭 你们在这里就吃这些呀 德福已帮萧叶阳穿好衣物 顿时笑道 颜姑娘 这已经是好的了 像普通士兵只能吃咸菜就锅盔 就是白菜炖猪肉 要隔几天才能吃一次 萧叶阳走到水盆前洗了手 然后又拧了帕子递给道花 擦擦手 道花接过 用帕子擦了擦手 之后又随手还给了萧叶阳 萧叶阳笑住接过 重新用水透了一遍 拧钱放在了盆架上 然后走到桌前坐下 拿起一块锅盔递给道花 尝尝看 我吃着挺香的 道花接过锅盔 掰了一块放在嘴里 咀嚼了几下 点了点头 是挺香的 不过太大了 我吃不完一个锅盔 比他 脸还大 萧叶阳将锅盔拿了过来 直接掰成了两半 我要小的那半 道花接过锅盔 成了一碗萝卜汤就住吃 这酱肉卤得不错 尝尝 道花点了点头 之后又见萧叶阳 要给他家白菜里 那肥油油的猪肉 连忙道 我不要吃肥肉 萧叶阳 你吃你的 我要吃自己家 萧叶阳见他没有吃不惯 笑了笑 没再继续 低头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道花一边掰住锅盔 一边时不时地瞅一眼 大口刨饭的萧叶阳 他真的有些意外 萧叶阳竟吃得惯 这样简单粗糙的食物 而且还吃得津津有味 对于普通人 这样的饭菜 其实算不错的了 可是 他是养尊处优 锦衣玉食惯了的皇室子弟啊 莫名的 道花心里有些酸酸的 萧叶阳注意到 道花在打量自己 笑看着他 戏谑道 怎么样 我这张脸长得还不错吧 以后天天给你看 好不好 道花瞪了他一眼 你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说着 收回视线 低头喝起萝卜汤来 第427章 三川河谷 吃过饭 萧叶阳看向道花 你是要回府城 还是要去桃花村 道花看了 过去 干嘛 萧叶阳看了一眼天色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道花连忙摇头 我不回去 萧叶阳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怎么 你还想在这里玩几天 道花眨了眨眼睛 不行吗 萧叶阳打量了一下道花 你是认真的 还是在开玩笑 道花 我当然是认真的了 萧叶阳沉默了一会儿 你来看我 我很高兴 如今你已经看到我了 也给我上过药了 你还是回去吧 她是希望多和道花呆呆 可是让她一个姑娘 留在外头过夜 这会有损她的鲑鱼的 道花 谁说我是来看你的 我是来找金草的 萧叶阳默了默 看她目光躲闪的样子 也不说破 笑道 不是说了吗 找金草的事有我呢 道花瞥了她一眼 你现在都是个伤号了 还能指望你 萧叶阳感觉自己被嫌弃了 看了看道花 沉默了半晌 再次问道 真不回去 道花摇了摇头 等会儿我三哥 四哥会过来的 有两个哥哥陪住 他这也不算太出格 萧叶阳转头看向德福 德福立马说 隔壁有间前进屋子 咱们这边没有其他人赶过来的 萧叶阳指了指 道花和王满儿 他们两个过来 没人发现一样吧 德福摇了摇头 三爷和四爷 带着颜姑娘走的小路 没人看到 道花插话道 你就放心吧 别人就是看到了 也只以为我和马儿是小丝 我比你更担心被发现 一路上小心住呢 再说了 还有眼影呢 有他帮忙断后 不会有人发现的文言 萧叶阳这才点了点头 随即走出 房间 招来自己的暗卫 嘱咐他们看好院子 别让外人闯进 然后才重新进屋 给他们弄两套士兵的衣物 德福点了点头 转身出了房 萧叶阳笑看着道花 既然不走 那我陪你到处逛逛 道花摇头 今天就算了吧 你的烧刚退下去 若是出去受了粮 再发起烧来怎么办 说着 不满地看了一眼 萧叶阳 伤口那么大 还不好好休息 萧叶阳看了看天色 如今天色还早 我们待在屋子里做什么 道花 你忙你的呀 我们说着 拿起床头的宁门关地址 我就看书 萧叶阳笑道 你也说了 我如今可是个病人 哪有什么可忙的 道花摸了摸 看了看手中的地址 这上头有宁门关附近的地图 你给我指指 你们都在哪些地方 发现了金草 说着 将地址放到桌上 自己也坐到了凳子上 萧叶阳点了点头 坐到了道花身边 翻看地址 给他指了起来 这片山谷里有 这处山脚也有 还有这里 这里 你慢一点 我还没看完呢 道花按住书页 不让萧叶阳继续翻篇 时不时的还往前看看 萧叶阳看住道花 含笑道 好 你慢慢看 看完了和我说 我再指别处的给你看 说着 用手处着脸颊 默默地看住道花 王满儿站在一旁 看住散发着 温馨祥和气息的两人 默默退到了门外 听着小王爷 用那饱含宠溺语气的声音 和自家姑娘说话 王满儿忍不住 转头往屋里看了看 见两人头挨着头的看书 嘴角不由上扬 小王爷喜欢姑娘 这一点他早就看出来了 至于女孩也是 喜欢小王爷的吧 要不然 也不会一听到小王爷受伤 连觉都睡不住 昨晚 他可听了一夜 姑娘辗转反侧的声音 突然间 王满儿想到秦小六 想到他每次和他说话时 也像小王爷那般 低声细语的 脸上就不由 露出甜蜜的笑容 德福拿着士兵衣物 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王满儿 站在门口傻笑 本想过去捉弄他的 可到了门口 看到屋子里 细生翻看住宿的 道花和萧叶阳 顿时收起了细弄的心思 但不能惊扰了主子和颜姑娘 马儿姑娘 跟我到隔壁去收拾一下屋子吧 今晚你们要睡呢 德福低声对助王满儿说 王满儿点了点头 跟助的福去了隔壁房间 屋子里 道花快速地翻看住 发现了金草的地方 有东西从脑海中划过 可惜又抓不住 萧叶阳见道花 一会儿凝眉 一会儿沉思 一会儿又有些抓狂 表情丰富又可爱 觉得稀罕极了 就这么静静地欣赏着他变脸 道花突然抬起了头 双眼亮晶晶地看住萧叶阳 萧叶阳 我问你 宁门关附近 是不是有河流冲刷而成的河谷 萧叶阳点了点头 是啊 道花眸光一亮 那河谷在哪里 你快指给我看看 萧叶阳翻了一下地质 很快就点了点其中一页 道花联盟把河谷位置 和之前发现金草的地方 对照了起来 激动地说道 萧叶阳你快看 你们发现金草的地方 是不是都在这河谷外围 萧叶阳你快看 你们发现金草的地方 是不是都在这河谷外围 萧叶阳 拿过地质仔细对比了一下 发现还真是这样 道花联盟对住萧叶阳说 你们找金矿的时候 别只顾住找地上 也找找河里亚 萧叶阳双眼亮了起来 他在县制上看到过 有些金矿坑是埋在河底的 想到这里 立刻就站了起来 道花联盟拉住他 你要干什么 萧叶阳 我得带人去探查一下 道花面露迟疑 可是 你还受着伤呢 萧叶阳笑道 我又不亲自下河 只是在一旁看住而已 道花犹豫了一下 那我也要去 萧叶阳见道花拉着自己手 立刻反手握了回去 这段时间因为找金矿 他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如今见着了 也不想和他分开 更不想将他一个人留在宝里 想到河谷那边没人去探查 还算安全 便点头同意了 好说着 就拉着人出了房间 德福和王满儿听到动静 飞快从隔壁房间走了出去 萧叶阳对住空中打了的响指 立马就有两个暗卫出现在了院子里 让我们的人到三川河谷那边集合 暗卫点了点头 身形一跃 就 快速消失不见了 随即 萧叶阳牵着道花 从一处没有士兵巡逻的后门离开了宝台 在山中穿梭了一个多时辰 萧叶阳带着道花来到了宁门关为一的河谷 三川河谷 小心 前头有人 刚靠近河谷 萧叶阳就察觉到不对劲儿 连忙拉着道花躲到了一块大石后 第428章 蜻蜓点水 萧叶阳将道花护在怀里 躲在巨石后 侧而仔细地倾听远处的动静 道花没敢动 看了看躲在不远处灌木丛中 一脸警惕的德福和王马儿 默默地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弹弓和药丸 前面的人不多 应该只有四 五个萧叶阳凝眉低声道 此刻他有些后悔带道花出来了 若是遇到蒋家和端王的人 可就是将他陷于危险之中嘛 道花压低着嗓子 那现在怎么办 萧叶阳等 等暗卫带着人过来 把他们拿下 我们就能过去了道花 点了点头 等了一会儿 忍不住问 你的人怎么比我们来得还慢呀 萧叶阳 因为他们都在四处寻找金矿 暗卫光是通知他们 就得花一些时间 道花默了默 再次感到古代通讯的不方便 这要是有个手机 分分钟通知到位 又过了一会儿 道花感觉腿有些发麻 不由动了一下身子 谁知 刚一动 头就被萧叶阳按在了怀里 别动萧叶阳低头说了一声 有人再朝这边走来了 闻言 道花顿时不敢动了 安静地靠在萧叶阳怀里 任由他紧紧抱着 这是两人第一次靠得如此近 道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萧叶阳结实的胸膛 以及强劲有力的臂膀 虽然此刻他们可能会遭遇敌人 但他却莫名地感到踏实和安心 道花忍不住抬头看了看萧叶阳 神情有过片刻的恍惚 不知不觉中 曾经的那个被人贩子绑架的小男孩 如今已经成长为 可以让人依靠的少年狼了 扑通 就在这时 一道落水声传入了萧叶阳和道花耳中 过了一会儿 两人又听到人们从水中冒出的声音 长泽 我都潜到河床底部去了 没有 另一道声音响起 有远极近地传来 不可能 我探查过这边的地形 之前捡到的金子 肯定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 再好生找找 紧接住 又传来几道落水声 等声音消失后 萧叶阳和道花快速对视了一眼 两人一个抬头 一个低头 由于距离较近 导致萧叶阳的嘴唇 直接从道花额头擦过 刹那间 两人都愣住了 这一刻 时间庞扶被按了暂停键 两人都正正地看住对方 双方的瞳孔中都倒映着彼此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直到远处传来树叶被踩的声音 萧叶阳才回过神来 飞快伸出头看了一眼 见是自己的人来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等他再次低下头时 道花也回神了 见到花连塞带耳的都染上了红色 目光游离不敢看自己的样子 萧叶阳的心跳不由加快了几分 想到刚刚那蜻蜓点水般的触碰 虽有些难为情 不过却也满心甜蜜 那感觉 比喝了蜂蜜汁还要沁人心脾 同时又那么的余韵无穷 萧叶阳有些局促地瞅了眼到花 犹豫住要不要说些什么 这时 手下的人和之前那几个人打起来了 无法 只好先说 你先在这里好好躲着 我出去看看 没有我叫 不许出来 知道了吗 见到花点头 萧叶阳又是一步远处的得福好好 保护到花 之后 才快速起身走了出去 萧叶阳一走 到花立马呼了一口气 将脑袋探出时候 见萧叶阳这边的人处于绝对优势之中 神色稍松 收回视线后 背靠巨石 飞快地伸出双手捂住脸颊 手阴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 有些冰凉 当触摸到脸颊时 她才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脸颊有多么滚烫 扑通 扑通 感觉到心脏突突地跳 到花连忙用手拍了拍 不就是被意外地轻了一下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淡定淡定 突发事件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就在到花低声嘀咕着的时候 王马儿和得福弯住身子跑了过来 姑娘 你是不是也发烧了 王马儿一靠近 就看到自家姑娘脸颊红通红通的 立刻急切地问道 到花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摇头道 是被寒风吹的 这时 得福激动地说道 严姑娘 主子把那些人全部抓住了 我们快出去吧 到花感觉脸上还火烧烧的热烫 不想现在过去 不自在地笑了笑 你先过去吧 我腿有些麻 要缓缓得福不宜有他 点了点头 笑道 那奴才先过去看看啊 等得福走后 道花拉着王马儿站了起来 王马儿见到花腿都站不直 顿时说道 姑娘 我帮你揉揉腿吧 道花摆了摆手 不用 缓一会儿就好说着 一边甩腿 一边用手对助脸扇风 想快点将脸上的灼热给扇走 你怎么了 萧叶阳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 正在甩腿的道花一个亮呛 直接仰面往后倒去 道花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她以为要和冰冷的枯叶的 来个亲密接触时 身子却露入了一个结实的怀里 道花缓缓睁开眼睛 然后就看到了萧叶阳略显无奈的脸庞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萧叶阳抱着道花 小心地将她扶了起来 道花站起身 挣脱萧叶阳的搀扶 嘴硬道 我腿麻 没站稳见萧叶阳不舒服地动了动身子 立刻问道 是不是扯到伤口了 萧叶阳故作轻松道 不碍事地见到花有些自责地瞅住自己 笑看着她的腿 腿还麻吗 要不要帮你揉揉 说完 做事就要蹲下 道花连忙伸出手制止 不用 已经不怎么麻了 萧叶阳看了她一眼 见她脸颊还红通通的 知道她不好意思 也没再继续 道花目光躲闪地看住左右 有些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那个 人你都抓住了 在哪里呢 我们快去看看吧 萧叶阳点了点头 自然地伸出手 要去拉道花 道花连忙后退了一步说着 飞速地转身 让王马儿扶住自己 然后就一瘸一拐地朝着人群走去 萧叶阳在后面看住 手还僵持在半空 无奈地摇了摇头 最后笑着地跟了上去 第四百二十九章 找到 道花仔细地看了看 被压趴在地上 浑身湿漉漉的四人 目光转悠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最边上的那一个身上 有些惊讶地问道 怎么是你 听到这话 被抓的四人 和萧叶阳等人都看向了道花 萧叶阳诟一道 怎么 你认识这些人 道花指着边上那个说 你还记得吗 上次济广水灾 我跳下河救师傅和谷婆婆的时候 有个人帮了我 就是他 这话一出 被护卫压着 正飞速思索要如何才能自救的孙长泽 双眼顿时一亮 飞快地抬眼看向道花 萧叶阳看了看孙长泽 点了点头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人 他却是没记住 道花对住压人的护卫说 先放开他们 我问一下话 护卫没动 看向萧叶阳 见萧叶阳点了头 才放开手 孙长泽直起身子 看了看道花 又看了看萧叶阳 以及围着他们的护卫 心知这次 他们碰到难惹的人了 道花看住孙长泽 问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孙长泽神色有些犹豫 不太想将金矿的事说出来 就沉默了这么一下 他身后的护卫 就直接给了他一脚 将他给踢到在地上 并立声道 问你话呢 好好回答 道花连忙阻止 别动手呀 你这样打人 我还怎么问话 话音一落 萧叶阳就瞥了一眼 刚动手的护卫 护卫立刻低下了头 孙长泽再次直起身子 看了看道花 心知他们要想活命 怕是得靠眼前这位小兄弟了 我们是来淘金的这话一出 所有人神色都动了动 道花挑眉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有金子 孙长泽这次没有犹豫 今年 去年 前年 我都有在河流下游 逃到过金沙 我曾听村里的老人说过 有些河流源头可能会有金矿堆积 这才寻摸到了这里来的 萧叶阳冷笑道 金矿的主意你们也敢打 孙长泽连连摇头 我们没想要多的 就是想着逃一些回去改善改善生活 这话 萧叶阳是一点也不幸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真要让你们找到金矿 你们还能收住手 孙长泽沉默了一下 我 不是无知之辈 知道私自采金是杀头大罪 寻摸到这里来 也是有两样心思的 如果逃到的金沙少 我们就自己用 如果多 就上报朝廷 也许还能得到奖赏 道花 那你们找到了吗 孙长泽摇了摇头 这河谷太大了 我们今天也只是第三次过来 还没找到 道花又问 你们是自己来找 还是受了他人所托来找 孙长泽急忙道 我们是自己来的 这种事隐瞒都还来不及 哪里会告知别人呢 道 花看向萧叶阳 萧叶阳 你想说什么 道花将萧叶阳拉到了一旁 低声问道 你要怎么处理那些人 萧叶阳 还得押回去审问过后 才知道说着 笑着看向道花 怎么 你想让我放了他们 道花摇了摇头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底细 我并不知道 怎好让你擅自放人 不过 那人到底帮过我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们背后不牵扯其他势力 又不会妨碍到你 只是普通百姓 你看可以放他们一码吗 萧叶阳笑着点 聊点头 可以是可以 不过在找到金矿之前不行 山川河谷低下 可能有金矿的消息 这个时候 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道花笑道 你看住办 别耽搁你的事就好说着 看了看天色 都来到这里了 现在离天黑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继续往前探探 萧叶阳也想早点找到金矿 便点头同意了 道花指了指 孙长泽四人 让他们把身上的 湿衣服换了吧 萧叶阳看了一眼 护卫 护卫立刻将 孙长泽四人的干衣服 甩给了他们 带着他们到旁边的 大树后 换衣服 萧叶阳等人 则是先走一步 山路难走 萧叶阳 直接牵住了 道花的手 准备拉着她走 可刚一握住她的手 就感觉到冰凉无比 眉头一下 就拧了起来 怎么这么凉 道花搓了搓手 山里的温度 要比外头低一些吗 萧叶阳连忙将身上的 电缆半袖开金 喝场拖了下来 直接就往道花身上套 道花连忙退避 我不冷 你身上还有伤呢 别再住凉了 萧叶阳不理会 强行给道花穿上 笛声道 你是姑娘家 身子不比男子 哪能受凉 我的身子 我心里有数 不会住凉的 不信你摸摸我的手 是不是很饶活 道花争不过萧叶阳 也不好当着 那么人的面和她 争 只能将衣物穿上 穿好后 萧叶阳拉上道花的手 走吧 再磨蹭下去 天就黑了 一行人快速朝着 河谷上游走去 河谷有许多转弯和岔口 路上 道花仔细地感知住空中的草木气息 不时地让萧叶阳按照她指的方向前进 随着不断的前进 护卫们惊讶地发现 路上看到的荆草越来越多 天微微擦黑的时候 萧叶阳等人来到了一片长满荆草的河岸上 得福满脸惊叹 我的乖乖 这段时间我们到处转悠 竟没发现山谷中居然还藏着这么一个地方 孙长泽也是一脸惊讶 这片河谷他来过好几次了 可都没走到这边来过 心中快速思索了一番 主动对住萧叶阳和道花说道 我们愿意下河给你们淘金 若是找到金矿 你们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 萧叶阳看了他一眼 没有立刻回答 道花见他不说话 也没出声 孙长泽又说 我们四人从小在水边长大 水性都特别好 如果我们在水底都没淘到东西 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萧叶阳依然没什么反应 看了一眼 河岸上涨湿旺盛的金草 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看着这片旺不到头的河谷 想着多几个打捞人员也不错 便开口道 你们下河看看吧 孙长泽神色衣 喜 连忙招呼另外三人 脱去外衣 扑通一声就跳入了河中 萧叶阳看住道花 伸长着脖子往河里看 还想往河岸边挫 连忙将人拉住 你消停点啊 大冬天的要是掉进了河里 那可是得遭罪的 道花没法 只好远远看住河里 很快 孙长泽从水里冒出来 一脸兴奋地提出一坨 用衣服包裹的河泥上岸 然后直接倒在了地上 飞快地将河泥刨平 没一会儿 泥中就有金色光泽闪现 道花顿时一喜 萧叶阳 你快看 真的有金子叶 萧叶阳神色也有些激动 快速点了几个护卫 你们几个也下去 被点的护卫二话没说 脱去外衣 就跳入了河中 主子 这边有金沙 我这边也有 见护卫在河里几个方位 都找到了金子 萧叶阳呼了一口气 笑看着道花 你果然是个福星 他们找了这么久的金矿 这家伙一来就找到了 道花养了养下吧 有些嘚瑟的笑道 那是你要写信给皇上了吗 萧叶阳想了想 摇头道 你得先通知无言 道 花面露担忧 他会抢我们的功劳吗 萧叶阳失笑 有我在 你还怕别人抢你的功劳 道花想想也是 放下心 那你快通知他吧 萧叶阳立马招来了一个护卫 吩咐了他几句 就让人离开了 然后看了看天色 对着道花说道 我们得在这里等一会儿啊 等无言过来 我就带你回去 道花点了点头 环顾了一下四周 因为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看不清周围的景色 想了想说 你明天再带我到这边来看看吧 萧叶阳笑道 你还想看什么 道花沉默了一下 还没证实之前 先不告诉你多数形成杀金矿的地方 是会有盐金矿的 第四百三十章 奇力 等待期间 萧叶阳拉着道花来到了一个小土堆前 得福意见 立马找来了浅草枯叶 又准备将自己的外衣脱下铺上给两人做 道花连忙阻止 别 夜间已经够冷的了 你要脱了外衣 会住凉的 你这主子已经是商号了 你可不能再并了说着 取出手帕 扑 在了浅草上 得福看了看萧叶阳 见他没阻止 也就笑着退到了一旁 王满儿也很有眼色地将自己的手帕贡献了出来 扑好后 站到了得福身边 道花看住萧叶阳 将就助作吧 萧叶阳没说什么 拉着道花一块坐下 坐下后 就将道花两只冰凉的手都拽在了手里 感觉到道花的挣扎 低声道 别闹 你的手这么凉 我给你暖暖文言 道花抽手的幅度小了一些 过了一会儿 好了 我的手已经暖和了 你可以放开了 虽然此刻天已经黑了 护卫手中的火把也不甚明亮 照不到他们这边 可手被萧叶阳一直握着 他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萧叶阳用自己的大手包裹住道花的双手 没有理会 只是看住他说道 要是累了 就靠着我休息一会儿 道花连忙摇头 不累萧叶 杨 笑了笑 看了一眼和骨口 那就再等一会儿 无言应该快来了 说着 帮道花紧了紧身上的喝茶 随着时间的流逝 空中的气温越来越低 感觉到萧叶阳双手传递过来的温度 道花忍不住问道 我瞧住你还没有穿得厚 为啥你的手比我还暖和呢 萧叶阳失笑道 我是男子 浑身都是阳刚之气 当然暖和了 道花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笑腻了他一眼 哟 你还有阳刚之气呢 萧叶阳 那是必须的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不阳刚呢 道花瞅了瞅他越发刚毅的脸庞 明嘴笑了起来 萧叶阳歪头看住他 昏暗不明的火光下 让他整个人显得越发的柔和 脸上的笑容看得人暖暖的 嘴角也不由上扬了起来 没一会儿 远处又动静传来 护卫们纷纷起身 一脸警戒地看住 很快 众人就看到吴经义 大不留心地快走了过来 真的找到惊况了 吴经义一来 就激动地对住萧叶阳问道 萧叶阳放开道花 笑着起身 我的人已经下去探过了 附近这片河域都逃出了金沙 吴也可再派些人下去探探 吴经义点了点头 撇到站在萧叶阳身后的道花 满脸划过构意之色 刚要出声询问 就被萧叶阳的咳嗽声打断 见萧叶阳隐晦地看了自己一眼 吴经义先是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挥手示意轻微退后了一些 然后 才压低声音问道 你这丫头怎么也在这里 道花自然不会说自己是私自过来的 想了想 笑音迎道 萧叶阳不是受伤了吗 我师父和婆婆不放心 就派我过来看看吴经义想到桃花卢那 两位的身份 一下就释然了 点头笑道 原来如此 萧叶阳瞥了一眼道花 道花回看了过去 示意他别多嘴 萧叶阳笑着摇了摇头 将头转到一边 道花看了看吴经义 想着他找到金矿的事 最好还是由皇上自己的人抱上去比较好 便笑着说道 之前和吴爷一起的吴爷说过 只要我找到金矿皇上就会封我当县主 这是吴爷还记得吗 吴经义面露意外了 勾意地看向萧叶阳 萧叶阳点了点头 笑着说 这里是道花帮助找到的道花插画道 也不 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了 还有萧叶阳 要不是他给我分析周围的地势 我也没这么快找到 吴经义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转了圈 笑道 我明白了 是你们两棋里找到的 道花连忙指点头 吴经义见道花巴巴地盯住自己 有些好笑 放心 如果确定了金矿就在这里 我会如是上报给皇上的文言 道花灿然一笑 那就辛苦无言了 随后 吴经义招来了手下 让他们赶快下河探查 等人多下到河里去后 又看向萧叶阳 小王爷的伤好点没 萧叶阳看了眼道花 见他鼻子被冻得通红 开口说道 刚刚过来的时候被扯了一下 现在正不舒服呢 既然吴爷过来了 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我得回去上药了 吴经义连忙道 那小王爷快回去吧 这边有我看住呢 说完就测开了身子 萧叶阳点了点头 示意道花跟上 然后就快步朝外走去 道花 吴爷 我们走了 你也注意着点身子 早点回去休息 吴经义笑着点了点头 目送萧叶阳一行人离开 走出吴经义的视线范围 萧叶阳就转身 牵起了道花的手 感觉没一会儿 道花的手又变得冰凉无比 您没到 多怪我 今天出来的太匆忙了 也没让你多穿点衣服 道花缩着脖子说 哪能怪你呢 我自己都没想到 山里经这么老 萧叶阳 你牵紧我 我们走快一点 很快就能回去了 道花点了点头 默默地跟在萧叶阳身后 任由他牵着走 直到害时四刻 晚上十点 萧叶阳才带着道花 回到了东北口宝台 一回来 就被闫文涛和闫文凯堵住了 闫文涛这急地问道 你们去哪里了 道花跺了跺脚 三哥 四哥 我们进屋再说吧 外头太冷了 萧叶阳不满地看了两人一眼 错过身子 快速地拉着道花进屋 得福 快声探盆 多生几个一进屋 道花就原地小踏步 了起来 搓着手道 我觉得你们这边比府城冷太多了 直到探盆升起 道花围着探盆烤了好一会儿 才觉得身子暖和了起来 闫文凯这时才开口问道 大妹妹 你跟住小王爷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 我和三哥过来没看到你 一直担心到现在道花烤着火 高兴地说道 三哥 四哥 我找到金矿了 闻言 言文涛和言文凯顿时瞪大了双眼 愣了一会儿 琪琪看向萧叶阳 萧叶阳点了点头 伸手又将一个探盆移到了道花身边 这是你们知道就行了 别往外说 言文凯和言文涛神色据事一喜 放心 我们保证不外说 萧叶阳见到花打了个哈欠 对住还想问话的言文凯两人说道 都这么晚了 赶紧去睡觉 有什么明天再说 言文凯有些不想 可又想到萧叶 阳如今还有伤势在身 今天又出去了大半天 不好打扰他休息 便磨磨蹭蹭地点了点头 言文涛确实问道 道花今晚睡哪里 德福接过话 三爷 言姑娘就睡在隔壁房间 今天下午奴才和马儿姑娘 已经将房间整理好了 言文涛见到花睡的房间 和他们挨住 放下心 道花 你和马儿也赶紧去睡吧 萧叶阳瞥了一眼言文涛 隔壁房间还没来得及生炭火呢 等 德福生了炭火再过去吧 免得受冻 言文涛脱口就想说他们也等住 可这时 萧叶阳有些锐利的目光 直接就刺了过来 顿时就让她觉得头皮有些发紧 不过这次她没有妥协 愣是等住道花一起 才出了房间 别闹 这白天也就算了 晚上可不能再让妹妹 独自待在小王爷房里了 第431章 换屋 马儿 今晚我们一块睡 回了屋之后 道花才发现 这屋竟没烧炕 心顿时就凉了大半截 她感觉这东北口宝台的温度 绝对在零度以下了 不烧炕 这是要冷死人的节奏呀 王满儿点了点头 她也觉得这边冷得厉害 虽然房间里得附生了好几个碳盆 可她也没感到有多暖和 姑娘 你先烤着火 我看到院里有火炉子 我去给你烧点水过来泡脚 道花连连点头 好好好 多烧点 等会儿你也泡一下 烤了这么久的火 她双脚到现在也没暖和起来 王满儿快速转身出了屋 没一会儿 就提着一壶热水进了屋 将热水倒进了盆里 笑着说道 这是德福给小王爷烧的 被奴婢给抢先了 女孩快洗 等你洗好了 我还得重新去烧一壶 道花快速脱了鞋袜 将脚泡进热水里 才觉得身上没那么冷了 这次出来真是失策出门的时候 想到这才十月 远没有三九寒冬那么冷 他们的衣服都没穿多厚 谁知这边的温度这么低 说着 道花又撇嘴道 三哥 四哥一个个的都是大老粗 也不说提醒我一下 王满儿笑道 三爷 四爷估计也没想到 咱们会在这边留宿呀 道花点了点头 弯腰将手也泡在了热水里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叩门声 王满儿连忙起身去开门 接着 道花就听到萧叶阳的声音 道花睡了吗 王满儿笑着摇头 还没呢 小王爷 你有事吗 哦 是不是要水壶呀 你稍微等一下 马上就好 等女孩泡 话还没说完 萧叶阳就走进了屋子 一进屋子 就看到道花在泡脚 看住脚盆中 那双千细白嫩的莲足 刷了一下 萧叶阳耳根就红了起来 愣神了片刻 才飞快背过身去 有些局促道 我不知道你在 我等住会儿再过来说着 就陶冶似的出了屋子 看住来剧 匆匆的萧叶阳 道花一脸纳闷 这家伙搞什么呀 随即 又看到王满儿 砰的一下 关上了房门 然后一副 做错了事的样子 看住他 淒淒爱爱的说 姑娘 对不起 我没拦住小王爷 我不知道他会 一下就进来了 一开始 道花还没明白过来 等看到王满儿 不时地看向自己泡在 盆里的脚石 才有些无语的响起 在古代 女子的脚 是不能随意试人的 没事 这不是突发状况吗 道花不慎在意地说 王满儿 见自家姑娘 没有怪罪自己 心里越发地自责了 一脸郑重的保证 姑娘 你放心 日后我一定不会 再犯这样的错误 道花没再多说 这个问题 伸手提起 水壶 将水壶里热水 全部倒入了盆中 然后说道 你快去重新烧一壶 给萧叶阳送去 顺便问问 他有啥事 王满儿点了点头 伸手接过 水壶 转身出了房 隔壁房间 德福正小心地 给萧叶阳上注药 主子 盐姑娘这次拿来的 金创药 效果可真好 今天早上 主子的伤口 还有些红肿肾血 如今竟开始结痂了 萧叶阳有些心不在焉 混乱地点了下头 过了片刻 说道 等会儿你去找满儿 告诉他 今天晚上 让道花换到我屋子来住 那间屋子没烧炕 他一个姑娘家 怎么受得了 德福自责道 多怪奴才不好 竟忘记 隔壁屋子的炕的烟囱 被堵上了 明早奴才就让人 来通上玩药 德福正准备去找王满儿 就听屋外传来 阎文凯的大嗓门 大妹妹 你这屋子没烧炕 快收拾一下 去我们那屋睡 一听这话 萧 叶阳连忙走出了屋子 见阎文凯和阎文涛 站在道花房门口 快步走了过去 大晚上的 吵什么 阎文凯 没吵 这间屋子不是不能烧炕吗 我们来和妹妹换屋子睡呢 萧叶阳皱了皱眉头 有些嫌弃道 你们俩那狗屋 还是算了吧 等会儿 道花上我屋子去睡 这时 道花出来了 萧叶阳下意识地 扫了一眼 道花的脚 见他鞋袜 都穿得好好的 才有些别扭地 一开了视线 不等他开口 就说道 我已经让的府 重新换好了被子 你去我那屋睡 道花有些迟疑 可是你还受着伤呢 我看我还是去三哥 四哥屋里睡好了 他俩身体好 话一说完 道花就看到萧叶阳 脸色沉了下去 一脸不悦地瞪了他一眼 就这么定了 道花去睡我那屋 萧叶阳直接拍板道 说着 顿了顿 看向闫涛和闫涛 既然你俩身体好 就睡这间屋子吧 我去睡你们那间 没等三兄妹反应 就大步朝着闫涛 和闫涛住的房间走去 直到萧叶阳进屋了 三兄妹才面面相去地 对视了一眼 道花笑了笑 三哥 四哥 你俩今晚就抵足而眠啊 说完 就转身回屋收拾了一下 然后拿着东西 颠颠地进了 萧叶阳的屋子 有暖和屋子睡 他才不客气呢 两个哥哥身强体壮的 不睡炕也没事 看出道花进了屋 颜文凯对着 颜文凯对住颜文涛 悠悠地说了一句 我觉得今晚咱俩亏了 他们就是不来换房间 四家妹子也有热炕睡 颜文涛拍了拍他的肩膀 结果都一样 有什么好亏地说着 直接进了房间 颜文凯跟上 当然亏了 我们本来是要给 大妹妹换房间的 如今倒好 和小王爷换了 就小王爷那身体 让他冻一晚 也没什么就在倒花季 人纷纷进入梦乡的时候 吴经义还在指挥手下 探查河谷 经过一夜的探查 吴经义可以确定 他们要找的金矿 就在这里了 老子就说 怎么一直找不到 原来是藏在了河底了 立刻把这片河谷围起来 不许再让人靠近了 将这些吩咐完 吴经义的心情 还是有些兴奋 寻了这么久的金矿 总算是找到了 再也不用满大山的 到处跑了 如今天气越来越冷 大冬天的找东西 可是个极其糟醉的活 想到和萧叶阳 一起的倒花 吴经义神色有些感叹 没想到这找金矿的功劳 最后还真被那丫头 给的去了 得赶紧将金矿的事 上报给皇上 说着 就转身传递消息了